诗情 画意 用我的语言带您领略诗歌之美 说到中堂 我们接着谈 跟刘雨昕同一个时代的刘宗元 刘宗元是刘雨昕的好朋友 而且她曾经做过一个非常非常仗义的事情 在刘雨昕被贬到远方的时候 刘宗元主动上书 要求换到刘雨昕所在的位置 因为她说刘雨昕还带着老母亲 不方便让我来替她去最远的地方吧 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刘宗元她的善良 以及和刘雨昕真的算是战斗的友谊 那刘宗元在被贬的时候 她写了这么一首 叫灯柳州城楼 即张听风帘四周 好长的一个标题 首先柳宗元她最开始是被贬到永州 我们知道的不舍者说呀 小石坛记呀都是写在那里的 后来她跟刘雨昕一样 在这个皇帝上任十年的时候 被调回京城 但是很快呢她们又被贬 而且被发到更远的地方 就到了柳州 也就是这个我们看广西的那一带 是吧 到了广西就越来越远了 到了好不容易到了广西 她就赶紧登上了城楼 而张听风帘这四周 恰恰就是巴斯玛当中的四个人 他们的所在地 因此柳宗元的这个诗一定不仅仅是写风景 我们可想而知 看城上高楼街大光 海天愁思正茫茫 可以说感情是压抑不住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往往在首帘和汉帘 就是前两年写景 然后到第三年有景转到情 而这时候呢她在第一年就表现出来 城上高楼 这个楼呢是高的 表现了历身越高 登高嘛要干嘛 要望远 所见越远 长途跋涉呀 从京城到了广西 那是多么的遥远 好不容易到了柳州 而柳宗元是迫不及待的 她就登上高处 为什么 她想赶紧看一看战友们 你们所贬折的地方又在哪里 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城上高楼 我站的高 而远处呢 一个街 街这个东西 表现了楼 这个城上的高楼和茫茫荒野相连 这是楼上之人 也就是柳宗元眼中所见 而感悟自然就会栖心 由看到的眼前景色如此的茫茫广大 立刻想到我们渺茫的江南 大家知道人一下子失望了是很痛苦的 而失望之后给了你希望 你觉得希望冒头了 一棒子又给你打下去 那种心情 柳宗元正在体会 海天愁思 马上喷涌而出的情感 说辽阔而荒凉的空间 望到极处啊 海天相连 水天相接 还是表现 这个视线 视野不受阻拦 然后一望无际 这种荒凉的感受 直接由开阔的景 写到了自己的愁思 我的愁像什么一样 我的愁也就在这辽阔无边的空间之中 也就像这个茫茫的大海一样 你要问我有多愁 看看海水有多么的宽广 辽阔的境界 深广的情谊 作者呢毫不费力的 就把所有的内容集结在这一连当中 应该说这一连是射尸体之魂 我想寄给我的四个战友 四个兄弟 那么我的诗言是什么 愁啊 为下面逐层展开 逐层描述自己的这个愁 应该说展开了一个宏大的画卷 也是宏大的抒情背景 既写了远景和全景 也要写近景和我们说部分所见 叫金风乱斩 芙蓉水 密语携亲 必立强 近处所见 见得呢真切 真切自然 你也就看得细致了 应该说这两句 在这个诗歌的写法上 这个叫做腹 腹就是铺沉 那么腹中呢 他又兼了一些笔 就是笔玉 还有星 由此几笔 居然在他的离骚 我们熟悉离骚 会有很多的香草美人 实际上写香草美人 也是屈原的字笔字矿 那么屈原说 智继河以为依稀 即芙蓉以为常 不无知其亿兮 苟于情其信方 这里提到了继河就是荷花 然后提到了芙蓉 也是荷花 那么拿这个来带着 这个荷花荷叶 代表了我清白的心思 清白的人生 是吧 而芙蓉和碧莉呢 都是人格当中的 美好与方节 在这儿提到了风 风是京风 那么京风 这个雨呢 雨是密雨 斩 斩是吹动 吹乱了 那么这个斩呢 他说的是乱斩 而后面的亲 是邪亲 可以见呢 对于客观事物的描写 现在已经投射了诗人的 主观的感受 而我们看到那种 京风密雨 这不正是朝中政治斗争的 七风苦雨吗 而我们也知道 是京风 本来人家芙蓉花 就是荷花 爱风什么事啊 风 它不可能阻碍风啊 但是呢 京风 仍要乱斩着这个芙蓉 而碧莉呢 碧莉覆盖在墙上 那雨水本来是难以侵入的 但是密雨偏要 清晰碧莉 这个不禁就让诗人产生了怜想 应该说 仇思弥漫 那么在第二连就告诉你 为什么仇啊 首连说我仇思正茫茫 看 我们在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当中 我们失地了 我们就像芙蓉和碧莉一样 受着他们的侵害 而芙蓉和碧莉不也就是高洁吗 我会因此而改变吗 什么话也不用说 我只说 我就如芙蓉 我就如碧莉 应该说 这就是好像负中有星 就像那个水里头 你放了一点盐 你是不见痕迹的 而细品之下 柳宗元 像他们这巴斯马的坚持 有一个 柳宗元的这句诗 我想就可以有所代表 接着再看 到第三连 说 岭树重遮千里目 江流驱似 久回尝 写了近 又写了远 不断地 既有全景 也有特写镜头 既有近景 也有远景 我们看到 画面不断地在变化 这就是吸引读者 全面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近景呢 触发了联想 那我上楼干嘛 上城楼 我不就是想看战友吗 好友们的处境 现在如何 心持远方 目光就一向四周 张听风帘 这四周 这里头 岭树 江流 是遥望 而且呢 应该说 岭树是往上看 江流是往下看 一阳一府 师也各一 仰官 重领 密林 遮断 千目 就往远看 往上看 把我的目光 把我的视线 给阻挠了 往下看 看江流 结果江流呢 又带出了 我自己 江流曲折嘛 又带出了 我自己的 抽长白转 救回之长 这是景中欲情 抽丝无限 而且这是非常 这个严谨的 严整的对剧 所谓的叫 公队 而且上时 什么叫时 眼前的时景 真的是 有无穷无尽的 这个数量 下虚 什么叫虚呢 写出情感 久回尝 这不就是情感 也有虚实的 一种结合 前因 前面是因 我看不见 我的兄弟们 后果 我的心里 真难受 以这样的 偏偶之词 偏偶 严格的对战 来运呢 单行之气 单行之气 是什么 就是我的抽长 是吧 具有流水队的特点 刚才讲了一个 公队 就是对战 整齐 流水队 是上聚 和下聚 是前后关联 这叫流水队 来 我们看 最后一连 共来百月 闻身地 游子阴书 至义乡 我看我的好朋友们 可是我看不见 看不见 我就写个信吧 互访行不行啊 互通阴信行不行啊 可是我们看 从陆地上走 从陆地一看 山岭重叠 翻不过去啊 能不能走水路 江流欲回 这样的互访不易 我到不了好友那里 我看不了他们 那我能不能寄一封信呢 通信也是困难 这里 文情较浅 文气较直 就表达感情 不是那种 蕴界的 深藏的 从这里呢 它抒发的是 非常的正 真 从这个意思来讲 用共来百月 闻身地 垫了一下 说到了 其实重心在哪里 在游字 因为我们通不了信 所以呢 我现在更加惆怅 应该说 这里起到了 沉溢顿挫的 艺术效果 共来和前面的 大荒 慢慢 慢慢荒野 是我们一起来的 照应了 而刚开始的柳州 和张庭峰连 一同被贬 又彼此隔离 阴书无忌 可以说 鱼韵鸟鸟 鱼味无穷 而 诗题的 忌 应该说 出自一字 这就是 柳宗元 写诗 《韵笔之妙》 这是一首 贬折诗 而贬折之后呢 我们也能看到 友情的力量 要想表现 柳宗元 他的坚持 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大家都 特别特别熟悉的 一首诗叫做 《江雪》 千山鸟飞绝 环境的艰险 万境人踪灭 社会环境是什么 我们被贬了 谁也不理我们了 我是不是会屈服呢 孤舟缩离 就在这样的 天寒地冻之间 就在这样的 孤独冷寂之间 我依然要 独掉寒江雪 可以说 柳宗元 掉的不是雪 他掉的是 自己的寂寞 掉的是 他和刘雨昕 一样的倔强 是他们 共同体现出 文人 对自己事业 理想 执着 执拗的 这颗坚守的心 再来欣赏一遍 柳宗元的 登柳州城楼 计张厅风点四周 城上高楼 街大光 海天愁思 正茫茫 京风乱战 浮楼水 密雨携亲 碧力强 岭树重遮 千里木 江流驱寺 久回尝 共来百月 闻深地 游字阴书 至义香 今天的诗歌 就讲到这里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